香港知名甜品品牌许刘山因欠租 3月11日遭到全季玩具有限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清盘 根据香港司法机构的网页显示 案件已排期6月3日处理 据了解许刘山在1月曾指出 公司业务受修理风波巨大冲击 来港游客急剧减少 导致其传统旅游区门店业务减少6至7成 过去数月已环闭香港十余间门店 记者3月13日来到许刘山铜锣湾分店和湾仔分店查看 发现均已关闭停业 在店铺的铁门上贴油 业主放盘 旺铺租售等房产中介电话 旁边的商户表示 这些店早前就已经停业 在店门前贴的标签上 还能依稀见到许刘山曾经获得的殊荣 如香港旅游发展局认可优质商户 2018年影视天王奖等 而许刘山蓝田汇景广场店 是为数不多的还在营业的店铺 此店也遭业主告到香港高等法院 要求收回店铺 以及追讨2019年10月开始拖欠的 预19万港元租金 这家店店员表示 游客区的分店 因为受修理风波影响都关门了 香港大律师肖震然表示 许刘山具体欠钱数目 还要等6月开庭时才能得到消息 许刘山的集团就被清盘 我再看一些资料 就发觉 有一家叫拳技玩具有限公司 就入品清盘许刘山 我估计因为都不是供应商 估计都是业主 因为欠交租 而入品清盘 而其他细节 我们在公众的层面 就未有资料 肖震然谈到 在香港一间公司欠债 超过2万港元 并怀疑其无力偿还时 其债主就可以准备文件 向法庭申请公司清盘 之后债务人 就是今次案件的许刘山 他就可以去回答法庭 到底事件是怎样的 在那个情况 他例如可以说 其实我有钱还的 又或者在上庭之前 就说 我和债权人 已经达成了和解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清盘的申请 就可以被撤销 但是如果说 我都是没钱还 或者他达成了 一个和解协议 就会进入下一步的程序 就是法庭就可能会 叫做扳明清盘 许刘山是香港一间 甜品连锁店 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 专门售卖甜汤 甜品和小食 以芒果为主要材料 深受游客和香港市民的喜爱 但也有人表示 对许刘山关店结业不感到可惜 因为生意有输有盈 去年都可以有些资料 资料人下来 今年就大家封关 已经几个月了 两三个月 影响到的 不是立即 比如说你又进入约翼 突然间你没有那么多人 没有那么多人在做 你明白吗 他顶了几个月都可以 但是你顶了这么长时间 很难找到 做生意的角度 一定是斩的 你明白吗 成本吗 我觉得不可惜的 做生意没得可惜的 许刘山当日又回应指 当前受影响关店的分店 集中在香港 内地分店照常运作